欢迎来到小玉妹子私房烘焙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重乳酪蛋糕 那么你们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准备开始啰 首先先拿出消化饼干压碎 混合奶油倒入模型 接下来戴上手套 把模型那个饼干压得非常的紧实 避免该脱模的时候还会支离破碎 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因为我们的奶油乳酪就算已经退温了 但是它还是一样很硬 那像在家里没有电动打蛋器的朋友 如果直接用打蛋器的话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戴上手套 用手的温度去捏它 让它变得比较柔软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加糖了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用搅拌器的话 还是很难的去做搅拌 所以我们一样戴上手套 然后用揉的把它揉进去 那我们糖的话就是分三次加 那我们需要揉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只要揉到看不到糖 这样就可以咯 那现在这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要分次加蛋 然后我们在使用打蛋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说奶油乳酪 它一样是卡在球上面 不过我们一样搅拌来看看 看我们使用打蛋器搅拌的过程 会是怎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我们搅拌的很快速 但是中间的奶油乳酪 它一样是掉不下来的 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个重乳酪蛋糕的时候 其实我们用不到打蛋器 我们只需要手套跟橡皮刮刀 这样就可以咯 那我们的蛋呢 就是分次加 我们这个配方用到的是五颗蛋 所以我们的蛋分五次加 然后让它充分的拌匀 每一次个蛋都完全吃进去之后 我们才加下一颗蛋 避免会有水分离 那如果平常喜欢在中乳酪蛋糕里面加优格 或者是柠檬的朋友 可以在蛋完全吃进去之后呢 再把优格跟柠檬加进去拌匀 这样就可以咯 那因为个人比较不太喜欢优格的酸味 所以我在这边不会加入优格 那在一开始我们在捏奶油乳酪的时候 如果那个步骤 我们没有把奶油乳酪充分的 把它捏软的话呢 我们在加蛋的时候 它会出现很多的小颗粒 那这个小颗粒它会影响到我们 重乳酪蛋糕的口感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非常注意的哦 那我们面糊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到我们模型上面 之后我们准备一些些巧克力 与我们的乳酪面糊混合均匀之后 装到袋子里面 剪一个小孔 在我们的蛋糕上面画画 等一下呢 我们会用竹签去勾勒它的图案 那当我们这样勾勒完之后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专业 很像外面卖的乳酪蛋糕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送入烤箱 下面需要垫水 那我们这个是水浴法 我们是190度烘烤30分钟 这样就可以咯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专业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帮我点个喜欢并且分享 想要持续追踪我的影片 也可以订阅我哦 想要下一次看我做怎样的教学影片 可以在影片下方 或者是上午我的粉丝专业留言给我哦 那么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